我主动承担了一下老板认为 棘手其他人都不愿接手的日常工作 老板很高兴 我该不该趁着机会向他提出提高工资待遇 好了 一时就要思考一个问题 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非常常见 就是你稍微做点屁大的事 你就自我感觉良好 想借机会要挟老板 要求老板提高工资 你的正常内心我能了解 但是你要思考一个问题 你的工资重要 还是老板对你的印象重要 你把这事我想明白了 太多的鸟人不是不聪明 而是太聪明 而是太计较 你再思考一个问题 你在老板眼中 你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 还是一个沉重大气 沉稳老练的人 你给老板的印象 哪一个印象更让你有未来 你把它想明白不就知道了吗 就怕的是 在老板心中你做了个60分的事 结果你得要个80分的待遇 所以很多事你想不明白 我相信一半以上会马上和老板谈工资 所以一半以上99的是穷人 而真正功成名就的人永远是少数 你们在座的如果你的心理和他的心理一样 就是注定你这辈子成不了大事 你太计较 第一你永远要知道 人这个动物会本能的放大自己的能力 当你认为你自己很牛逼的时候 弟兄们你把它除一个十 大部分是外界的机会 和别人给你提供的机会 甚至封口 甚至别人的重用 很多人没数 你把你的能力缩水十倍 把外在的机会 别人你提供的机会 别人对你的认可 你放大十倍 很多事你就平和多了 很多人显得没数 有一句话 你认为的是能力 结果你离开了之后突然发现 没平台你什么都不是 你没数吗 所以很多人一定要搞明白 怎么会 你计较这玩意干什么 还有一个我一直在说 老板看员工 相当于他在山上往山下看 如果这个你没有概念 各位你上课的时候 你一定知道一个场景 你在讲台上 你看每个学生 你看得清楚不清楚 非常清楚 但是每个学生呢 老是自作小聪明 老认为老是看不见 对吧 你看上课的时候 你搞一些小动作 基本上老是都能看得见 你愣是没搞明白 他比你站的高 你甚何小技巧 小动作 他小心眼 他都能看得见 但是你老认为你聪明 你聪明啥聪明 所以很多事想不明白 有些事是暂时的委屈 有些老板需要平衡 老板他站的高 他考虑的问题 比你考虑的多 他有时候需要平衡 比如他给你涨工资 别人怎么办 对吧 然后他需要平衡 需要平衡到年底 同一条手 诶 顺谁推出 给你涨了 这个实际大家没感觉 对吧 你想象你非要 孤苦零零的 给你一个要人涨工资 那你说你有成就 别人没有成就了 别人没有功劳 没有苦劳吗 你让他怎么平衡 你不让他难受吗 所以很多人显得没数 非要把老板逼到绝路 你想象一个老板 创业这么多年 他孤苦零零 孤家寡人 在战场上失杀这么多年 他很多事他不知道 很多事他摆能不过来 你住这批大了成绩他看不见 他会让你吃亏了 对吧 你想象你和一个富人打交道 你会吃亏 还有一个穷人打交道 你会吃亏 老板再怎么着 他比你有钱吧 他比你有资源 他会让你吃亏 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是想不明白 所以我更建议 第一 别那么计较 第二个 学会心里有大事 能做大事 就是学会放弃眼前的一点小利益 小计较 甚至学会适当的忍受点委屈 因为老板做事他需要平衡 你比如你跟他两三年 你感觉你做他的成绩 你很牛逼 人家跟他二十年创业 他怎么平衡 所以这很多事你愣是想不明白 老是自我感觉良好 谁都会感觉良好 所以我还是希望你们 学会经历的事 把大事看明白 然后就是在老板心中 让他认为你这人抗折腾 你这人内心能忍受委屈 他才认为你将来能做大事 他才敢将来交给你更大的事 对吧 如果批大的事你就计较 他怎么将来敢给你大事 他怎么将来敢放心 你愣是想不明白 还有一个我再给你们说一句话 你跟着越优秀的人干 他身边需要的优秀的人更多 为什么 越优秀的人的资源多 资源多他就想做事 他想做事就需要优秀的人 知道为什么 那你必须得尽到他的发言 老板那么忙 哪会考虑这么多 兄弟你想多了 好吧 你想多了 说白了你想少了 老板再那么忙 他永远考虑一个事 就是他手里资源 找谁如何变现 对吧 他手里这么多资源 他必须找优秀的人来变现 老板不是考虑不到你 而是你没让他认为你是优秀的人 他手里资源太多 没有优秀的人 他没法变现 包括我吧 你认为我身边的优秀的人多了还是少了 我想做的事有多少 但是真正能做的有多少 我自己没数吗 愣想不明白 我就想告诉你 我现在身边的人放大十倍 我都不够用 你认为我身边优秀的人多了还是少了 你想象你就知道 我这些年的经历 对吧 包括我的所谓的人脉资源有多少 但是我身边优秀的人有多少 而且你们自己再想象就举例吧 我本身是研究股权的 我就研究分股份的 股份我都愿意分 我还舍不得分钱吗 对吧 现在我把70的股份都分出去了 你说我还能舍不得分什么 所以你计较的眼前计较什么 你有什么可计较的 而且对我这样的人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我把精神层面看得更重 我还计较世俗上的名和利和肉欲物欲吗 你不就在乎在那所谓的名利吗 你计较什么 愣是想不明白 如果你跟一个肉欲很强的老板 那你需要肉欲 你和他是顶的 是吧 但是如果你追求的是物质层面的多一些 老板追求的精神层面多一些 你俩本身就不矛盾 高度互补 你缺什么 通过这个我们还想给大家多说一句话 就是你普通家庭 你对很多事不理解的时候 你别太急 有些事别太计较 有些事吃了亏就吃了亏了 所以这些事你要知道就好了 这是给你留言 主要是想表达我的感谢 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国企 作为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 不会留须拍马 俄谊奉承搞人际关系 结果自然不会好 工作六年 只会没有任何提成 父母也不会对我工作碰到的问题 给出指导性的建议 只会说好好干 付出中央回报 他们哪里知道 没有背景 在体制内类似 也不会有回报 后来我生孩子后 就在家里带了孩子了 当了全职妈妈三年多 对于这段经历 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交流 两年半 前 我入职了这家公司 属于私人企业 集团是上市公司 我在子公司 幸运的是 入职这家公司的时候 我就开始听你的直播了 并且反复的听了 资厂发展课程 这对我的帮助很大 让我对资厂 有了新的认知 找到了跟领导 相处的规律 领导的说的话 也不再觉得是PV 做事不挑不捡 先做了再说 也不抱怨 逐渐的跟领导的 思维同频了 前不久 公司宣布 替把我为总监 总经理助理 我甚至这对于 草根家庭出身的人来说 迈出这一步有多难 也更加感谢你 对于我的教导 你每次在直播中 到处滞长规律 领导的心理 是我的父母 永远讲不出来的 感谢你帮助了 远在千里之外的我 我现在也是面临一个问题 集团目前效益不好 有的板块应开始裁员 全集团的工资 也开始延迟发放了 这种情况下 涨薪应该很难 如果是知识 之物上的提拔 薪资没有涨 加上每月工资 都推后发 我是应该坚守 还是迟早打算 请你指点 第一个我想说 我给你们讲的 资产发展课程 如果你认真听 对你们是管用的 你们认真听 对你们管用的 但是我想告诉你一句话 这个社会上 有一个灯下黑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我身边的弟兄们 不一定相信我的 我身边的弟兄们 我想一半以上 他不会相信我的 这个人生 其实就这么悲哀 我很难影响到 我身边的人 他会认为 我就是一个工作 我在忽悠 他不会认为 我讲的对他管用 这就是人的悲哀 但是你们外面的人 可我有距离感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你们把我给神化了 对吧 你们愿意听我的 我身边的人不会听我的 好了 我们接着再聊 这个同学的问题 第一个你永远知道 一个概念 就是知力比精力重要 比如各位 你刚提拔了半年 你离开 你就当了半年总监 你在社会上再找工作 他不一定认为你是真的 他可以忽略为 你就是一普通员工 如果你在这个岗位上 当了两年总监 下面有管几十号人 甚至上百号人 你再应聘的时候 别人就会认为 你这个总监的知力是真的 我不知道能听懂没有 这就是半年和两年的差别 所以在这个原则上 我还是要建议你坚持 第一个呢 你已经进到公司核心层了 现在公司有难 你应该先和公司共换难 第二个 你进入核心层了 即便工资推后发 工资晚发和少发 你还是比其他人有保证的 因为你是总监了 我不知道你能听懂没有 既然你的收入公司 给你有一定的保证 你应该坚持到最后 整个老板还很有信心 然后你是老板重用的人 你开始心里开始晃悠了 你这是作实 我们这个古代 有一个文化叫讲义气 对吧 别人这么重用你了 你应该学会基本的同甘苦共换 除非老大发话了 兄弟 我认命了 我真的照顾不好大家了 我们各奔东西吧 你在各奔东西 而且最好你做到什么程度 你想那个十一柱 橘人集团倒闭的时候 他们很多这个高管都坐鸟收散了 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核心的人 一直跟着他 有吧 你们查查十一柱 有一个核心员工 大概一女孩子 给他爹妈借钱 帮助十一柱重新再创业 你看有没有这孩子 然后这个孩子 现在是橘人集团的新的橘人集团 叫什么呢 忘了 就十一柱下面的一个总裁 所以人生不是没有机会 还有一个你一定要知道 在社会上一个重新创业的老板 从零开始创业的老板 还有一个是第二次创业的老板 还有一个重新创过大业的老板 再也是二次创业 你告诉我 你跟谁成功力更高 你比如你跟一个一千万的一个老板 他第一次创业 你跟他还是你跟一个十个亿的老板创业 他以前失败了 他又重新创业 你告诉我 他哪一个创业 哪一个成功力更高 他以前是十个亿的一个老板 现在是零 光杆一个 你跟他同甘苦 工资很低 他就一两个鸟人 还有一个 这家企业一千万 现在生意正好 你告诉我 你跟哪一个起得更快 事业更快 你忘了一句话 瘦骆比马大 所以我们永远要知道很多事 你比如他是一个上市公司 你放心好了 是要是当过上市公司的老板 老板加你的钱 他随便弄点钱 他比你整个公司都大 他随便一个电话 他得来的业务 比你一个小企业都大 但是我们太多的鸟人 搞不明白 所以这些事 你把它看明白 它不就这么简单吗 兄弟 你说它能有多难呢 我们就是不明白 你比如我在国内 沉淀大半辈子的资源 是这回事吧 我都不再回去了 你说我国内大半辈子 资源给谁 你想象就知道了 但是有多少个鸟人明白 所以我希望你坚持 好吗 坚持到最后 坚持到老板说 我实在是放弃了 再说 但是老板一般不会放弃 我更建议和老板一起共放弹 共同开创新的事业 即便是国内事业是零 你最好和老板一起开创海外事业 起码老板后边有庞大的资源 也比你重新一个人海外创业 要好得多 好了 我就不聊了 再具体 你看我的资产发展课程